請問今天要說什麼呢? 愚人節的由來 愚人節的由來有很多種原因啦 愚人節呢 愚人節這一天呢 如果在那 如果啊 這一天騙人的話也是無傷大雅的 嗯 那麼 偶爾在報紙上面啊 聳動一些事情 那也不需要負那法律責任 但是啊 如果是傳播太假的訊息 那恐怕就會被抓起來槍斃了 愚人節為什麼會有這種愚人節呢? 原因是因為 在1564年 哎呀這個 法國呢打完百年戰爭 60年 大概60年了吧 大概 100多年了 元氣已經恢復很久了 那麼 貴族們呢 勢力又被衰弱 勢力又被削弱 法國國王呢 所以法國國王查理九世啊 有一個 新立法 就是 把那 舊立法的4月1日 改到新立法的1月1日 這個 前衛的當然可以接受啦 但是有一大堆人呢 露出了那 很疑惑的表情喔 這些人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辦法 忍受那查理 查理九世 一於4月1日變1月1日 所以新立法的4月1日 都會到那 別人家去拜年 所以呢 就可以說是 愚弄別人的 愚人節 愚人節呢 發生過很多新聞 嗯 最有名的 應該就是那個 最恐怖的那一種 香港有一個學生呢 他就是 他就是有一個那 消息啊 他就是 透露一個消息 就是說啊 香港 因為那 SARS病情蔓延 所以就把那個 所以就立刻呢 把那 陸海空三路 全部都 切斷 香港民眾啊 一聽到這種消息呢 當然啦 謠言止於智者 那散佈謠言的人 可能就不是智者 但是這個人呢 這個學生啊 散佈的這個謠言啊 未免太恐怖了點 所以聽到這個 消息的同學 立刻信以為真啊 這些同學呢 就直接啊 又去那 別的網站 告訴他們的同學 那些同學又 又很擔心啊 然後 一傳十 十傳百 百傳千 千傳萬一 一下子啊 整個香港都知道這種消息 所有的香港人 全部都涌到了 屈指可數的便利商店了 香港軍方 香港 軍警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大家全部都 湧往了 屈指可數的便利商店 香港軍警方 只好出來澄清 把那散佈謠言的人 給抓起來 並以那 在SARS病情蔓延的時候 發出 與此相關的假情報 這個雖然 是4月1號做的 不過這種事情真的是太恐怖了 在4月1號也不可原諒 愚人節呢 還有很多很多的騙人事件 像是那電視啊 在4月1號就可以傳播那香味啊 在4月1號騙人被騙 幾乎都是無傷大雅 那有一件事情就是說啊 19 19 20世紀的那 80年代啊 法國的媒體就是說 比薩邪塔倒塌 這任誰聽了都不相信 可是 愚人節 騙人 被騙 無傷大雅 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那騙人千萬不要騙得太過火 否則就會像那香港的學生一樣 被那兒 抓起來 警告好幾次 警告好幾次 OK 那愚人節的簡介就到這裡 好幾次 好幾次 好幾次